决战2024投票日就在今天 那么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在新北市板桥区 社后里这边的上帝公庙投开票所 那为什么这个投开票所如此的重要呢 因为其实这边呢 是在这次选举当中 全新北市里头最大的一个投开票所 也就是说呢 选举的选举全人数呢 造车人数是新北市最多的是超过了5000多人 因此呢 也可以把这里称为新北市的一个最大票仓 那么可以看到呢 现在时间呢 已经过了下午的两点钟 距离呢 2024总统大选投票截止时间 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小时不到了 现在呢 陆陆续续呢 还是有民众来到现场呢 来到这个上帝公庙投开票所这边呢 来准备排队 陆续的排队跟这个选务人员 来核对资料之后呢 就要进到投开票所里头 领取选票 并且呢 投下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 那么虽然说呢 刚刚呢 选务人员跟我们表示说呢 就上午投票下来的观察 在这回呢 在这一次呢 这个投开票所的投票人数呢 可能没有先前几次选举来的踊跃 不过呢 在今天呢 其实投票日这天呢 这个天气是相当的好 在北台湾 新北市这边呢 下午甚至出了大太阳 所以呢 也预期呢 还会有更多人来到这边 来投下他们手中神圣的一票 那么除了呢 在这个选区 在这个投开票所要观察的 除了是在新北市的最大票仓 投票人数最多之外呢 也要来观察的就是说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 其实长期在新北市来服务 当过这个执政新北市 当过市长 当过副市长 所以这次侯友宜在新北市 可以获得怎么样的成绩 可以开出什么样的票数 也是外界格外关注的